好 我们看到这个王品集团 似乎是新鲜人 他想要进的这个企业之一 那当然有好老板 可能大家就不会想辞职 可是我们来看看最牛辞职性 这一位男主角呢 却是因为这个泡妞妞 我们来看看这是大陆社群网站 最近出现最牛的辞职性 那么这是广东佛山 有一家电机公司的员工 他以工厂的女孩子很少 不好泡妞为理由 那么申请辞职了 结果这个主管呢 他回复他了 他说自己没有本事泡妞 不要怨天尤人 这封另类辞职信 引发网友讨论 却也点出了科技业 杨胜英帅的现象 申请辞工的原因太逗了 您瞧这位工人师傅怎么写的 长小 女孩少 不好泡妞 我的妈呀 这是你辞职的理由啊 就连主播都不敢置信 这是大陆近期在网络上流传的 最牛辞职信 但主管也不甘示弱 不仅把同意两个字写得大大的 还认真的给了意见 你看领导写的啊 是你自己没本事泡妞 不要怨天尤人 底下核准辞工 这一来一往的内容 外传来自广东佛山的一家电机公司 根据大陆媒体报道 申请辞职的人是该公司的一名组长 因为员工男女比例8比1严重失衡 三年来都交不到女朋友 才会丧失工作动力 辞职信一贴上网 立刻引发网友热烈回应 有人大声叫好 说公司就是要有这种敢于表达需求的员工 但也有人质疑他的真实性 认为纯粹搞笑 你到底是来上班的呀 你还是来泡妞的呀 我是想提醒一下这位辞职的大哥啊 天涯何处无芳草 为何偏在本场找呢 台湾科技业同样有男多女少的情况 像仁宝汉日月光男女员工比例大约4比1 华邦电子3比1 友达3比2 他来以后单位招工啊 要想留主人 还得考虑一下企业里头这个男女比例的问题了 姑且不论另类辞职信是否真有其事 似乎也点出科技业男女失衡的现象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